从一上来到现在 您称公公婆婆 一直是叫她爸她妈 而您跟这一对老人 也已经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您在心里都没把她 当成自己的老人 老人能把你当孩子吗 再问您 您说您在家里 不该拿出了 是自己的嫁妆钱 来买奶粉 嫁妆是干嘛的 我们有财力有嫁妆 有的时候就是为了 帮助年轻人们 一起搭建一个新家庭 让他们的日子 开始得好过一点 您有一点嫁妆 可以一起给孩子 买了奶粉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可是你却在这里 斤斤计较 当你说孩子是你们家的 那么您把自己 折在外边了 你还说这一家人 带你不好 从上场到现在 您数落您的先生 数落的我真的听不下去 拿起话筒想打断 而您的丈夫 却要天天迎接 你的这一个洗礼 每天回到家 都要听着说一通 您说老人说话不算话 咱这个也给您掰扯一下 老人说房子 是必须解决的 对不对 他有说必须 今年解决了吗 房子是必须解决的 家里一有闲钱就解决 现在还不是 又添了个小的 然后正在花钱的时候吗 为什么你就不能 站在大家庭的角度上 考虑一下 如果您总是 一个劲地考虑自己 您就会觉得 全天下的人 都薄黛了您 您说您的先生 在婚前 为什么那么宠着您 婚后为什么 很多事不随您 很简单 婚前他没发现 您这么不讲理 不懂事啊 没了 好 来 我问问您老公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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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